我们再来回到内地方面 内房企业的债务压力是持续的加大 也引发了市场不少担忧 本港楼市也不断的传出 价格可能要调整下跌的这种传言 让更多的投资者也开始焦虑 自己的投资方向 另外看到港股那么短期 我们应当如何来部署呢 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立即连线 创生证券行政走财 苏显邦先生来问我们解读一下 苏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房地产吧 主要是作为内地投资者 很重仓的一个配置板块 备受关注 而且当下的内房企业债务高企 您觉得会不会有可能出现 一个大批的内房企业违约潮 从而来引发一场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呢 好的 各位观众下午好 无可否认 我们大部分的内房 他们都是通过一个高利率的举债 在市场发债和融资来发展 他们的那个新流盘 新的计划 过去呢 比方说在过去的十年八年 绝大部分的内房都是通过这种高举债 高负债的方式 high gearing的 北县来融资来发展他们的业务 当中呢 那个最可以说是最aggressive 最积极的就是那个融创和那个恒大 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那个负债率呢 都高到120%到200% 但是除了龙头的这几家高负债率的内房以外 其他绝大部分的一上甚至于二上的那些内房 他们的那个getting ratio 那个负债率呢 都是在一个可控和可接受的那个水平 比方说在我们南朝股成分的那个中国海外 和那个华人之地 这两家龙头的南朝房地产发展商 他们的那个负债率呢 大概呢都是30%到36%左右 是属于一个很温和而是可控的一个债务水平 在过去两个月的那个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到蔓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环球的投资市场呢 都出现了一个恐慌 而且这个恐慌呢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了 就是有种乱石投铃的那个情况 当中呢就以那个美元或者是黄金 前两种投资的那个工具呢 就最为受惠 或者是有时候呢 再加上一些短线炒作的基金 蜂拥进去呢 令到美元的汇价和黄金的价格呢 都上级的满升 那么这几天呢 我们看到美元的汇价呢 强劲的拉升美会指数呢 曾经异度考验 100的这个近期新高的水平 那么也引起了咱们那个外管局呢 对于内房的那个负债的那个情况呢 也提高了他们的那个担忧 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这两天呢 也开始对部分高负债的内房呢 进行了一个摸底和沟通 甚至于进行一个低调的那个调研 目前来说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是还是出于一个可控的情况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谈到的高负债的几家公司 好像恒大融畅 无可否认在汇计 或者是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那个getting ratio 是很难为投资者 或者是很难为分析员所接受 但是只要他们能够保持一个高的那个现金流 就是他们的新房子的销售 能够保持一个快速而有利可图的情况底下 来离补这个基金的那个缺口的话 那么我相信他们的那个高负债率呢 暂时在目前这个水平呢 不会扣成一个债务危机 甚至于出现一个default的那个情况呢 嗯 那么看到近日啊 也有言论说啊 这本港的楼市方面 可能会出现调整 而且会高达四成啊 另外一方面也有官方声音表示 本港楼价是难以下降 不会出现一个大幅度调整 那么想问一下这个苏老师 您对于这一块的言论 您会怎么来解读 那么是否会担心 可能会存在一个大的下行风险呢 是的 刚刚前两天就 咱们市场上面有种说法 有种看法 就是估计我们的香港房地产 特别是住宅啦 有蛮大的机会呢 杀错四成 这一点呢 我是犹如所保留的 那么无可否认 我们最近呢 打从四月初开始 我们看到是有些 那个二手房子的那个成交了 出现一个亏损 四样的状态 但是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大部分就是在亏损情况底下 成交的这些个案呢 绝大部分呢 都是在那个2013年以后 就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 加入了那个上蜡椒 以及于后来的那个 上蜡椒的情况 2013年之后成交的 那么所以这些房子 这些业主或者是投资者 他们的路式成本价是比较高 那么在三年过后 或者是在目前看到这个投资市场 和投资气氛呢 都是处于一个比较负面的情况底下 出现某一个程度的亏损呢 他们情愿进行那个stop loss 就是止损的那个估出 或者是减轻他们的那个loading 就是减轻他们的那个投资量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也看一手市场呢 大家可能这两天也看到 就是福货节的长加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些二手市场 以及一部分一手市场 他们的那个成交价呢 还是保持买卖相方一个平衡 能够接受的那个价格 和那个状态底下 无可否认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打击中港的经济呢 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但是我暂时还认为 今年我们的房地产 特别是住宅方面呢 刹挫的调整的幅度呢 从目前的刹挫了大概 百分之六百分之七 到今年底整个时间来估计呢 我估计最多刹挫 百分之一成五左右 就是百分之十五左右 暂时来说我看不到 有太恐慌 或者是做成了一个 就是要止损 或者是不问价钱 蛋口有蛋球有买家 就把手上的投资 就是把手上的那个房地产物业 要抛售的那种 那个恐慌的气氛 总的来说 目前我觉得香港的房地产发展 比较我们的股市的那个表现呢 还是明显的来的稳定 和那个健康的 好 今天非常感谢苏先生 这一段时间 与我们的电话连线 来做出一个详细的解答 谢谢您 好的 那我们也去接广告 休息过后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zw了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